第一个,我们先将台北捷音这个图案 第二张,按住滑鼠左键,望右移 移到后面,以后我们再将台北捷音路线简介整个文字框起来 然后选择常用里面的框线及往底 再点取往底这个标签 然后将色彩设成黑色文字一 然后确定就可以了